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7月2日星期六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这段片 最重要是帮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静向部》 《晒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 今节想回来讲一讲 这个毒果已经停刊了一周年 我们最近也看到有些前的记者竟然 事隔一年之后还在那里凭吊一番 举着手机 着个小灯 当回来拜山 其实在毒果里面这么多的记者、员工等等 其实大部分他们真是旺到极点 所以在肥佬里面这么多的剥削 或者员工待遇方面都不是那么好 他们某程度上都会觉得肥佬值得原谅 那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问题 其实他们也挺严重的 或者你会觉得 那种毒果倒下了 那就会没事了 那就会好回了 因为已经没有了那个条件 让他们继续同情这个肥佬 而自己力尽这个痛苦 或者其实都是一个受害者都不自知 你可能以为他们跳出了 原来不是的 有些很瘋的 他们是抽离不了 甚至乎有一些尝试不如觉得也没有希望 他们觉得真的没有了一份毒果 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 所以选择离开香港 有一个颇为年轻的 一女记者 我们给她一个花名 叫她露婢 说什么眼见香港的媒体 这样之后 在离开了毒果一段少少的时间 见到什么无力感 不如试试去加拿大 英国没想到 可能去到加拿大不知了什么 可能救生艇那种感觉 就比较实在一点 他去到加拿大生活了大概半年 可能有些人会看到这些人所谓的离开 很羡慕你走得到 我们就惨了 继续在香港什么留下来的人 其实所谓的叫做离开的人 是不是叫做这么快乐呢 好像他去了加拿大的 短短半年已经要转了几份工作 你记住 几份 你还要找工作 去适应一份新的工作 即使屁股都没坐暖 就要再走了 他说自己就算转了几份工作 住了半年左右 都不是那么习惯 虽然他说找工作也不算很难 但是会遇到一些不太好的老板 这个露比 我都不会说 是不是人生经验太丰富呢 如果真是好工 笋工 怎么会那么容易被你找到 笋工的话 一抛出来都被人抢了 不要那么愚蠢 谁知道这些不好的雇主 人工低其实都会有剥削的情况 那即使你找得那么少 即是你的竞争力比较低 在这个社会和这个职业的市场里面 那就剥削你了 不是剥削谁 专业人士你只剥削我 告死你 或者我转第二份 或者大把工等 专业的行头就小了 你没有看到人家说要剥削医生 剥削律师 剥削工程师 剥削科学家 不会的 很少会听到 他说加拿大的劳工权益 其实都不是差的 不过他遇到的就不是那么好 不过为了要满足工作时数 来到日后希望拿到居留权 所以说很多人和他一样 刚刚到步的时候 尤其是这些叫香港人 人号那只 都只是能够雅震 证明什么 他们雅震的意思是什么 报喜不报忧 可能影响给你看 在加拿大的生活 有多么捨异 但是上班的时候被人剥削到嘔 都不能说出声 为了要被人觉得好看 说自己做过 银行接线生 都有几个月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进去一些金融机构工作 再者 大家可能说加拿大的生活很捨异 看人家多有限 放假就去露营 钓鱼 周围的风景看 很开心 但是他说真实的 当然不是这样的 你说什么节奏慢 什么做事不需要那么急 又是work life balance 什么 他说在银行工作 每天都非常忙 记住接线都忙到这样 真是好事 你说没有人打电话来 按一下电脑 握手指就收工 不是的 他说忙到怎么样 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 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是忙到这样 压力非常大 不过他对于这些压力都叫做顶得住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 读过那时候倒闭前半年 经常都会有很多工作 或者很大压力 究竟什么时候倒闭 会不会有人拘捕他们 这些都是一种压力 当然仍然要继续工作 是不是 他说久不久都会想起 当时和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说没有后悔离开香港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令他觉得自己继续留在香港 会有风险 所以每天都在这个恐惧之中 不知道是不是犯了什么坏事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更坏 即使他有精神病 幻想自己留在香港会有风险 什么踩到红线 他说不想自己情绪起伏不定 每天都担惊受怕 所以就用加拿大去离开 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做新有K 还说到自己当天在出境大堂的时候和家人揮手 说自己转身的一刻 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不敢再看家人了 免得被家人看到自己了 哭了 又说觉得自己应该以后没办法再回到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不知道他真的犯了什么 或者觉得自己犯了什么 带着自己离手有一种永别的感觉 即是如果他家人不飞过来加拿大找他 基本上他就不会回来 有时看见这些人很好笑 究竟你自己有什么这么把炮 觉得自己一定永远都留得到在加拿大的 就不会有回流的机会出现 尤其是见这些人觉得很好笑 说自己坐在飞机里16个小时 不知道16个小时做什么呢 就不是说吃东西 看电视 看电影 看电影 玩手机 不是 他说原来是哭了16个小时 神经病 我以前去旅行的时候 飞机起飞的时候都会看下香港的景色 他说这次飞去加拿大的这一程完全不敢看 他隐约感到从此以后没办法再回来 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 有时这些人真的很好笑 你说到自己真的这么厉害 咦 加拿大一定会永远收留你 说自己离开了香港 不过都很留意香港的新闻 又说对于香港情感上是很挂念 理智上他说没有后悔离开 他说看到香港的新闻就觉得 嗯 和我估计的一样 一天比一天差 即使那些很温和的人都要坐牢了 那如果你温和也好 你犯一犯都是要坐牢的 不知你温和还是温柔 还是温温吞吞 温什么都好 作为一个记者 他觉得即使留在香港 可以做到的事都已经叫做越来越少了 而且他说这个城市每天发生的大小事 只会令他的情绪心情更加差 这些很明显是一种精神病 每一样东西都看不上眼 每一样东西都觉得有问题 你就会觉得鬼影彤彤的人心情很差 其实这些人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病 就是这样 他说去到加拿大最起码 已经没有人再戴口罩了 早就已经防宽了很多 不像香港那样的防疫政策 令人很繁衣 他说虽然不舍得 但是都觉得自己叫做走得好 那就想回这一年过去 他说自己虽然已经人在外地 但是也不是突然间有这样的决定 他说毒果最后几个月是人心惶惶的 很多人已经叫他走了 也叫谣言满天飞 第二次的警方和国安处来到的 全线大搜查的时候 几十部电脑被带走 高层也都被带走 他说他自己身处其中 那种恐惧可能真的是 就是他们自己在毒果里面 这个大楼里面面对着有警方和国安处来搜证的时候 那种无形的压力感和他们的自己叫做身有K 都知道自己或者是就快会时辰到 会不会拉起他 是会有这种恐惧的 因为我们不同人的换位思考 我们要看回 如果我们正常的一般的 就觉得拉得好 是不是 会作恶多端的 是时候时辰到的 还要切消珠 斩鸡的了 他那时候在社交媒体写了一句 最美丽的一场仗 我们已经打完了 觉得在这份报纸里是一场仗 原来他虽然说离开了去加拿大 但是很有趣 他还有一个心理病 就是说觉得自己是逃兵 再加上在加拿大生活得不太如意 而且会经常被剝削 令他的情绪 他说真的已经面临崩溃 因为再加上自己又做了逃兵 但是又不敢告诉别人 自己这些被剝削 或者这些生活不如意 或者在加拿大转来转去 想做份工又被人剝削 就是为什么这样 就是有一种不似预期的感觉 所以两样混合 真的一次又一次地崩溃 他说原来他有一种情绪的痛楚是什么呢 他说觉得看不起自己 他说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坚持下去 在这个时代底下坚持下去的代价 大概已经是巨大到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到 好像是千斤那么重 当然大起上来就要坐牢 就是有案底 人生更精彩 他这种崩溃 再加上逃兵 再加上自责 再加上在加拿大的生活不似预期 真是人都瘋了 他觉得真的叫做离开香港是好事 其实只不过是他没有了他所说的被捕的风险 但是他自己其他不同带过来的负面情绪 再加上生活的不如意 这样混合一碟 我觉得比坐牢更痛苦 这些是活着受罪的 又说我离开了媒体 他说有一点由情绪崩溃 他没得再做这一行变得有少少麻木 因为做了那些剝削的工作 剝削到人都麻木了 很搞笑 他说是一种苹果的后遗症 他说没什么值得开心或者不开心 都变得麻木了 他说用这种冷漠来换取自己 心灵上可以平和一点 就是再那么生气 再那么激动 都做不到什么 他说不过虽然麻木 但是他说心底里面还有那一团火 他说星星之火都可以撩完 他会用一些公园的时间 去做少少的采访 还有给一些稿 海外的港人去一些什么媒体 看看能不能做到 原来他一读过 其实你可能会说他做了多久 为什麽感情 其实大概就是三年而已 因为他还年轻 所以算是叫他做过最长的一份工 他说当时也有被上司骂 骂完之后坐在自己的位置里哭 但是他会不会很生气这些上司呢 他说不是 就是希望抑压自己的情绪 继续理性地帮毒果 继续去毒害其他人 他说这个水果报 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地方 很搞笑 有个记者问他 你觉得是 毒果开心点 还是现在开心点呢 他说没有一个工作可以比毒果的工作更加有意义 那他说现在那些什么剥削的工作 对他来说根本就是英文 那免得说了 就是跟牛市一样 那大家自己译回英文是什么 他说不会再幻想 可以追求什么的意义 其实做什么工作也好 现在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生存 你们不是说什么的吗 去到外国 英国 美国 澳洲 加拿大 那些 西方社会 有民主自由的地方 就是 生活 你说在香港才叫生存 是不是 那你竟然 一说自己在加拿大都是生存 不是生活吗 不是很有生活态度的吗 不是很享受的吗 现在其实 当这些人 私底下 讲的话 就会表露真的了 其实 不是要叫你那只狗 而且工人不是那么如意 其实当你 埋头虎说要做一件事 坐在自己的位置 可能接线也好 抄一些资料也好 转转接接给什么人也好 影印也好 你在办公室这样留着 又剥削 又做得辛苦 做到没时间停 做到很投入的时候 你其实根本上 都不知道自己 那一刻 是在加拿大 还是在香港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 常常以为 去到外国就是天堂 但当你做到 简直是血汗那一只 你是完全不懂得分 就算那里是 外面 美得好像飘灵宴 那些 瑞士 雪山 那些风景很美的 你也是欣赏不了的 如果叫你在里面搬货 推铲车 还是不知什么 你觉得你会欣赏到什么 是不是 外面多美都没用 是不是 是吧 那好了 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希望这些人 就回头是岸 是吧 其实回来香港 都不怕 可能你自己 想得太多 是吧 小小记者 怎么会 那么容易 拉到你 当然不是完全 没有这个可能性 那好了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